担任志工以欢喜心为纳众服务 自己也能够感到发喜充满 社区中经常会有很多长辈 妈妈们在闲暇的时光 经常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事情 现在政府推广长召政策之后 让每个社区的长辈都活络了起来 我是压力社区的志工 我做成的工 我们社区是我们所有的志工 我们就是都会 像我一星期论一次 你论到资本人资本人资本 不然你们资本人就要去选择活动 平常就像社区有什么活动要来参与 包括我们的环境挣扎 也是都一五月要出来大小厨一回 就是含着人做好 大家就是说 我们感觉海民座会 我们自己 我也是有年纪 但是海民座会 我们觉得我们很年轻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快乐的心 出来社区 有讨论大家的家庭 像今天就像你们的我们厨房 厨房我们今天煮的 长辈来说 你今天煮这个很好吃 这样我们就会很欢迎 不但有志工 主菜可以让长辈们品尝 更有多项活动让长辈可以参与 每个月举办寿星庆生大会 抽奖活动 让来参与的志工与长辈们都相当的开心 史方新闻 郭亦文 许建益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会订阅